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进了银行 这些年呀 忙得就跟打仗似的 但现在看看你 每天在这儿 跟一帮叔叔阿姨待在一起 混日子等退休 我还挺庆幸 我当年的选择的 那恭喜你 我记得 你还比我大半岁吧 好 好像是 我劝你一句 马上已二十七了 天天待在图书馆里 没事业需要拼 也没什么好男人可以挑 赶紧凑合找一个价了吧 其实像我这样的 爱情事业都得顾 也挺难的 你就顾一头背 我其实觉得 我现在生活也挺好的 简简单单 我也是好心 不好意思 我下半年举行婚礼 也没有邀请你 毕竟你也不想 跑过来给我送钱吧 再说了 你好像 还没有男朋友吧 来了还得受刺激 雪妹 这个是你吗 天哪 我要是不认识的话 我都认不出来了 你这腮汪子 得掉了没有两三斤肉吧 我那是拔了四颗智齿 脸当然会瘦的 跟你们说得 好像我整了容一样 曾理 你上大学的时候 就爱跟宿舍 几个抱团背后 说我坏话 怎么现在还这么讨厌 那 曾理 安老师 一天了 你也没给我发消息 我让你来医院 你也没过来 曾理 你还不赶紧给你同寝室同学 好好介绍一下 这位是东大副医的医生 艾景初 艾大夫 艾大夫可是我们曾理男朋友 感情好得很呢 说不定哪天 一下就闪婚了 李倩 你可得抓紧时间啊 你可不能让曾理 跑到你前头呀 你好 我叫艾景初 你好 我叫李倩 你真的是曾理的 没错 我们两个已经交往一段时间了 艾大夫是哪个科的呀 我也有朋友是医生 天天跟我抱怨工作累 工资还低 年轻医生太苦了 牙科还好 不怎么加班 你俩医好呀 牙医赚钱啊 看我们曾理 男朋友又帅又有本事 真是羡慕死人了 过奖了 不过作为一名 专业的牙医 有必要跟大家 科普一些医疗常识 脸的大小 跟下颌骨有关 跟牙无关 所以就算 把所有的牙都拔掉了 脸也不会变小